好 我要本色布一百米 色布两百米 风鞋纹布两百米 那边 肖老板 肖老板 来 肖老板 前面 前面就好 里边请 这边 肖老板 肖老板 就能乱挖 肖老板 来 几位 对对对 这边 目前 无论产值和利润 京阳部厂 都超过了从前的机器支部局 还有什么情况 那个 王德根跟我说 这个月又有几个 机器支部局的职工去找他 私底下跟他讲 说想到咱们京阳部厂来做工 为什么 说是机器支部局 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给职工发放薪水了 春信 把机器支部局的报表拿来 这是机器支部局 上级报给朝廷的业绩 你看 利润还挺可观 给朝廷上缴了这么足 怎么会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呢 对 不对啊 他们现在有多少客商 市面上有多少他们的阳部 一清二楚 已经亏损大半年了 绝不可能有利润 那就是 有人在贴补他们 只能是沈家的日昌和 沈家现在还有什么新情况 日昌和最近一直在发行贴票 贴票是什么 好了好了 大家请排队 排队啊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肯定都能买上的 让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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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排队 肯定能买上的 就这个 给我看看 只要你存十两银子 就能兑换一张这个铁票 一个月之后呢 拿着这张铁票 到北京 上海 西安 日益一家日长河 他们都以十二两的银子 兑现给你 那么好 对啊 所以他们人人都在那抢啊 你们瞧我这身汗 就知道我这个个头 能抢到这张铁票 那是多么不容易 沈四海干吗要这么做 他一定是头寸紧张 才用这种方式拦除 拆日昌河的西抢 补机器织布局的东抢 头寸下不紧张也难